城市客店,人居升級,晶圓至夜。 前日下午,2018至2019廣東省足球協會超級聯賽第三輪, 在市體球中心打響, 茂名茂商通保主場迎戰, 目前積分榜排名後半段的中山陸欣。 戰況是怎樣呢?來聊解一下。 上半場比賽開場,茂商通保不慎自擺烏龍, 中山陸欣憑借一顆烏龍球領先, 落後的茂名茂商通保憑借實力上的優勢, 在第38分鐘入球追平, 隨即茂商通保越戰越勇。 6分鐘後再入一球, 茂商通保以2比1的比分領先結束上半場。 而在下半場,中山陸欣攻勢愈力愈猛, 但茂商通保隊憑借實力始終保持領先優勢, 最終以4比2戰勝中山陸欣, 認得該場比賽勝利。 球隊精彩的對戰讓球迷大呼過癮。 對於我們來說, 都是一個很好的發展平台, 所以都很高興加入這個平台, 就是參加比賽。 對方整體的水平都很高, 整個港中省的水平都很高。 對於我們來說, 就是想將茂名足球文化在全省, 甚至全國發揚光大。 下一場第四輪, 茂名茂商通保將赴慧州客場, 挑戰上菜季省貴軍慧州為新, 有興趣的球迷不妨繼續關注。 茂名台記者黃銘健, 許巨峰報道。 那邊說了, illegal中國的革命會長喔!! 一分之一, 一分之一